你能不能再拍照片 你能再拍照片 你能再拍照片 后来我有照片机以后 我就利用照片机去赚钱 就经常给很多朋友 到农村去 给他们拍全家照 这些照片 后来到了87年 我开了一个照相馆 就是开了一个照相馆以后 我拍到93年 这六年期间 我开照馆开了六年 我当时赚了十万 十万块钱了 所以赚了十万块钱以后 我就说我不想再赚钱了 我要去学习 我需要提高我自己 我不能就是为赚钱而赚钱 后来去学习了 所以就是因为我 我到北京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进修学习的时候 我真正了解了摄影 这个特别在中国的很多记者 很多有名的记者 给我们上课 他们利用相机可以帮助很多人 特别像我们中国的那个摄影师 叫谢海龙 他拍照的希望工程 他可以帮助很多孩子上学 其实这些都是生人打动了我 改变了我的一切 其实我到中央工艺美术学 进修摄影的时候 对我的技术这一块是都没有问题 其实在那里进修 主要是还是学学思想 改变一个人的思想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改变了思想以后 我就想利用我的相机去记录一些需要 就是说特别像我们刚开始 刚开始应该是这样子来说 就是说刚开始 因为有这个思想以后 想去做一些事 那做什么呢 我们也在分析 在考虑 后来我就选择第一个专题 作为技术摄影专题当中就是西部大淘金 就是在那里有上万人在一个金矿里面淘金 那么这些淘金很辛苦 死亡率很高 但是呢 在逃生过程当中呢 又大自然的破坏很严重 那我就把作为这两个主要的主题来拍摄来发表 通过这次以后呢 我才感觉到我如广做技术摄影是一个比较适合我做的一个事情 后来我就决定不断的利用相机来做我这些的事情 在中国作为社会问题报道难度是比较大的 它会带来很多方面的因素 比如说我拍摄的对象 对对象都是一般都是 因为我要批评他 因为他们做出了一些问题 我会批评他 他们都会阻止我们的拍摄 我在拍摄当中会经常被他们被抓起来 当然我在当地去拍摄当中被他们抓一般 我都能够很巧妙地能应付过去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做 就是说很严重的一些事情发生 比如说别人要抢我相机 把我放在地上打 还好没有很大的伤害 都基本上能够让我躲过一些重大的一些事情 但是我呢还是想不断地去挑战这些事情 因为中国的问题是比较多了 那么这么多的事情当中 作为一个摄影师 我有责任地去记录 去发表 去改变这些现状 我在01年的时候 在北京看到一个小的报导 就是说河南有一个八岁的小孩到北京来求医 他得的是一个艾滋病 后来我得到这个消息以后 我马上就找到这个孩子的父母 那么通过调查了解发现 在河南有很多很多的艾滋病人 这些人都是因为在90年代初 因为家里的贫困而去卖血 在卖血过程当中呢 因为在操作当中的失误 而导致了很多人得了艾滋病 那么我得到这个消息以后 我就第一时间就赶到了那个河南的很多的村庄 去一边调查一边拍照 那么后来我通过了三年时间的努力 拍了大量的关于河南艾滋病的问题 那么这组照片呢 在国内当然也发表过很多 那么在中国国内发表很多的作品当中 会得到很多很多人的关心和帮助 也帮助了很多一些孤儿 那么这些孩子得到救助 但是呢真正要解决可能艾滋病的问题还是很难 因为艾滋病的人很多很多 靠这种热心人帮助是远远不够的 那么后来我就把这组照片参加了这个 2003年的年度的一个新闻胜比赛 它是在2004年的2月份公布了这个获奖信息 我这组中国河南艾滋病村 获得了这个当代乐点类的一等奖 那么这个公布出来以后给中国影响很大 特别是给河南省政府 河南省政府就马上就对我这组照片进行了分析 或者进行了一些救助 就对这些我拍到过这些照片的人进行了救助 他们就组织了76个处长以上的干部 就是几百人吧 就是说分组 就是一个村一个村一个村 就是三个到七个人作为一个组到村里面 来帮助这些艾滋病人 首先当然去了以后是一些调查 有多少艾滋病人在家里 就是很多是得病了 那么有家里有很多很贫困 孩子上不了学 对这些呢首先进行救助 那么经过了几年来的救助 现在河南艾滋病村 这些病人都现在已经就是说 不是说能治好 他们就得到了全部政府 政府支助帮助的免费的药 这包括他的那个生活必须的一些用品 现在都已经得到了一些帮助 那种花市医学者 那种花市医学者 我会替你做响 一分钟 你知道就像中文字幕做出 я太阳了